打了一些聊 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往下 主要想因为尤疆毕竟是读计算机专业的 所以我们也会问说 尤疆假设说你站在你专业的角度 给我们这些无知的民众 没有 普及一下计算机 或者说你所学的这些东西 在这边待了五年 五年内所学的一些东西 能不能大致跟我们讲一讲 五年东西有点多 二十分钟肯定是不够讲的 然后就是计算机的东西 如果一定要对没有学过计算机的学生讲的话 可以提几个比较基本的概念 然后大概就是直观的理解一下 计算机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比如说计算机里面 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叫算法 算法的意思就是说 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常用的算法 叫排序 就比如说给你一些东西 你把他的顺序按照大小 按照高低 按照长得漂亮 长得不漂亮 这样排一下 上不漂亮 对对对 我以为直到我就说长得漂亮 长得丑 然后这样排排序以后 一个排序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排好序以后 把最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拿出来 它是这样子 那是不是生活当中很多问题啊 它都能转化成一个 对对对对 一个算法来解决 对就是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到最后都可以和怎么说呢 解决变成一个排序的问题 就算数学吧 算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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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是不是以数学做为一个基础呢 它会用数学的方式提出来一些问题 然后它的解决方法呢 就是用计算机来解决 因为没有没有办法证明 不能像一加二这样 排序一个结果 它得慢慢一步一步长 那这是谁提出来 就比如说算法这个词 是从哪个什么英文翻译过来的还是 有还真有这个词 它叫阿拉伯黑特密克 然后是从那个是一个什么人 是一个波斯人还是一个 反正是路斯林 阿拉伯那边的人搞出来的东西 还挺古老的世纪世纪 他那个时候就有算法 就有阿拉伯黑特密克 阿拉伯黑特密克 这个东西就有了 厉害了 那就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举个例子呢 我们举个例子 就我那天给雨婷讲的故事叫披萨 前一个故事 前一个故事是那个 他跟你讲那么多故事 那个叫啥 不是披萨 恐龙烙梨 恐龙烙梨的故事 他跟我讲恐龙烙梨 跟你讲披萨 没有恐龙烙梨也跟我讲 但是披萨那个我跟那个 那我们讲讲恐龙烙梨 讲恐龙烙梨的故事 就是我先重复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就是恐龙的爸爸 然后有一天呢 把恐龙叫出来 然后说是 我们这地方有你的哥哥 然后有你 这地方有两个梨 你觉得应该怎么把这个梨 分配下比较好 然后恐龙烙梨比较聪明 很社会 然后他把这个大梨给了他的哥哥 然后把小梨拿到自己 让他爸觉得这个很聪明 然后回头看一下这个故事 刚才发生了一种事情 就是一个简单的排序 我有两个梨 我把它排一下 大的小的 然后这样我把大的给哥哥 小的我自己拿了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排序的过程 然后雨婷就问我说 那这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要搞计算机呢 有什么用啊 计算机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呢 然后就是 这就是我直接说嘛 这个故事就往后 他爸爸觉得恐龙很聪明 然后第二天 把他叫到村口的戏台上 给他买了开电脑 没有 没说完 没有没有 然后就是说是 你看啊 台下这一千个都是你的哥哥 然后这有一堆梨 你要怎么把这些梨分配给你的这些哥哥们 是 然后这个时候呢 恐龙就很烦 我要排个序是不是 大的排到小的 对 然后恐龙说 我也不想跟你们分 我把小的拿了 剩下你自己解决吧 这就有点像那个什么 市场经济的感觉 拿着小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要是恐龙会开发程序 要是跟计算机编个程 编个程序 然后他就要做一套排序的东西 然后排序的时候呢 有一个基本的玩法 就是什么冒泡排序这种东西 然后他其实把排序拆成了两个步骤 第一步呢 就是我要比较大小 第二步我要换位置 然后我对所有的东西都比较大小 然后都换下位置 完了以后呢 就很优美的一个从大到小的东西拍出来 所以呢 然后后来雨婷又问我说 嗯 那这玩意好像也不是特别复杂 就计算机程序别写写就好了 然后是 还能不能再更复杂一点 其实哥也很复杂 对啊 然后我说是可以啊 你就是 你说我这加一个东西叫偏好 我这一千个哥哥 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有的喜欢大的 有的喜欢圆的 有的喜欢不带霸的 有的喜欢带霸的 对对对 然后就这些小哥哥的那个啥 就是那个啥偏好都不太一样 嗯 然后这样子就 那这个这个问题它就复杂了 对它变得很复杂 我按照每个人偏好去把这个离分配出去 一下子就变得很复杂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手机上啊 像这种APP啊 那比如说我们开一个APP 比如说我点一个外卖啊 或者说这种支付 它是不是其中背后也涉及到这些算盘的问题 嗯 目前来看的话 这些手机APP它设计的主要是业务流程 就按照那个一步一步把东西发过去 啊 就那个下单下单 有那种叫义父语句那种是吧 才能够怎么样那就怎么样 商法的话主要是在后台 嗯 就是 但现在就像外卖或者淘宝 它会 嗯 它会怎么说琢磨出你的偏好 然后直接推送你的偏好 或者是你想要买的东西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有关 有的 它是那个基于机器学习的一些那个偏好 呃 预测 我我第一次看到真是震惊 他总知道我喜欢这个 或者我要买这个 后来想啊 应该是我之前老搜索 或者老看那个东西 嗯 然后他 他怎么着记住了啊 他就推送 对 这真的是 哇 就这东西也有也有 是一个那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玩法 就是 我定义两个项链 然后他们的夹角越小越相似 然后我默认你是这个 然后我推荐一堆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 哎 你看这东西说到你还是数学 对 是数学上 是吧 还是跟数学有关系 对 所以我觉得你跟数学部分加 哎 对 那游江以前也是先读的数学 然后再念的计算机 对对对 会推荐一些哦 推荐一些 嗯 会不会觉得更有优势一些 先读数学 呃 我将是认认真真给我们 哇 裂了一大串的 没有没有 对 是不是就是理性思维的 我也在想这个 感觉 我们怎么说呢 我听他刚才讲 他学数学 我总觉得他们 最擅长的是什么 就是把一个混乱无序的东西 给他理好 理好有序 对 所以从他做事上 真的是真的是认真有序 对 谢谢 你知道我我我跟雨婷 我们文科是吧 我可能更 变更 更粗糙一些 对吧 就我们很多时候 录就完了吧 一二按钮就开始说嘛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中间可能会遇到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 他们就是能想 哎 他理科理科的男孩子 或者说理科 甚至他很多时候 把一些东西给他顺下 对 思维习惯 呃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特别好的 比如说美国总统的演说 或者是一些脱口秀节目的 那个 现场看起来 效果非常好 对 的一些片段 呃 他其实都是那个 那个经过了那个 后面有推理 有工程的东西 甚至里面可能各个字和句啊 包括一些时候的一些语气啊 对 他都是有经过推销的 对 但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啊 可能文科生这种深信比较 不及放纵爱自由一点 就会觉得说 录就完了嘛 对 就像很多女生会觉得理工科 男生有点无趣 可能有一点这个原因 因为他们所有的可能都是太有序 或者太安排好了 然后女生你知道吧 总像是惊喜 有点小浪漫 对 他会觉得这种浮浪漫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 这种更更靠谱一些 对 应该说理工科 更靠谱一些 在这方面对吧 他会很多事情会去给你安排好 对 就是他有一点就是我这个东西经过计划了 然后出了点岔子头 大家不要改计划 然后如果说 随便的来搞的话 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蛮随机的 对 还是回到这个 我们回来 回到这个 人工智能这方面 算法这方面的 就讲到说像算法上 我们手机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应用啊 对吧 你说我们女生最爱用什么 那个 美颜自拍 美颜自拍 APP 这其实就是人工智能 我觉得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应用 尤其是现在 而且做的越来越 这个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个不是人工智障了 这个是真是人工智能 真是能 他识别人脸现在能很精致 而且你可以想修改哪 修改哪 然后我还用我一个APP 他可以给你带妆 就是我不化妆 但是他能识别我的脸 给我带妆 特别自然 仿佛化了妆 而且有很多妆可以选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那有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你有这个软件嘛 然后它就很方便 自拍的时候 看起来效果就很好 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呢 就是可能一个女同学 她也不需要去学化妆 然后她也不需要去学怎么拍照 反正手机拿出来随便一拍就好了 就效果就很好 然后呢 就是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 这个随着技术的进步啊 它让怎么说呢 让一些比原来比较复杂 还比较搞的一些事情变得简单了 然后呢 你想象一下 就是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当网红怎么当 是不是 你得有一个这么大的相机 然后呢 就拿一个很长的东西 然后在那边拍自己 然后后来回去 还会找一个专业的修图师 拿PS给你修一修 怎么怎么的 就是现在的话就没有这麻烦了 我想设置一拍 你就是说随着这种啊 像计算机啊 或者说是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啊 他给他给了很多人 做一些事情的这种可能性 对对对吧 包括其实像我们这个节目也是 对 咱们也可以用这些 对吧 基础的那个 就是真的很基础 你也看到了 对吧 其实观众朋友肯定了 其实有这样对变 就一台iPhone 然后一个新秀丽的箱子 上面堆满了书 为了为了对吧 为了让它高一些 就靠着这台机器 它能实现你的很多的 这样一个梦想 对吧 这算是好处 是有好处 有没有坏处 坏处也有 就是像我们刚才讨断的那些事情啊 就是因为随着这个技术的门槛降低嘛 你可以拿它来干好的事情 也可以拿来干不太好的事情 对 就比如说美颜相机这个事情 你化妆 然后美白 加个耳朵什么的 这都是比较 还好的事情 但不好的事情 就比如说它深入的 那个发展了以后 把明星的脸 哗印到自己的脸上 然后拿它来做一些 不太好的演说演讲 然后我把那个 比如说 倒脸 有那些 就是它现在技术 已经到这个水平了 就是可以做出来 一架乱争的这一种 那个假的录像 我可以扮演奥巴马 或者川普 然后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影响一下 吃政治什么的 这都是一份 我倒还记得说 以前看我有一本书叫大数据 里面就提到过有这种 说很多时候就是 我叫大数据时代 就我们现在所处的 就是一个大数据时代 也很多时候那本书呢 前面跟你讲大数据怎么应用 讲讲讲 后面有整整半本跟你讲什么的 跟你讲人理道德 所以有这种概念 你要去守 就大数据的应用啊 很多时候还是要去守人理道德 就像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其实最熟悉我 每天一日餐在吃什么的 几点都吃的 它不是我妈 你的外卖APP 对你的外卖APP啊 对 或者说我每天走的轨迹啊 对 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以前不会有那个iPhone上抓 抓小三的那种吗 就因为你iPhone不是有那个轨迹的记录 或者说最简单的 再简单一点 到某个女孩子家里面 她自动连上了WiFi 那肯定有问题 对吧 这种 那你说这种上不上科技 我没有体验过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科技的进步 会不会说 带来一些带来一些这种 隐私权的问题 隐私的这种问题 对对 有这个问题 就是欧洲这边 它管的还是比较严的 就在隐私权上面 像Facebook啊 Google啊 它是有的时候不允许 去那个拿用户的数据 或者说是 它是不允许公开用户的数据的 对 然后这边还老出现一些罚款 一罚几个亿 就是因为他们对隐私权有侵害 欧洲这边的话 它希望那个人和这些机器啊 它能够和平的发展 不太激进 慢慢的 首先要保护人 那我们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国内啊 国内不太好说 一说得罪好多东西 哈哈 那其实就是都理解 欧洲这边的多少 理解 但咱们生活起来 就是作为这个学生 确实有很多不方便 对 比如说就是外卖APP 没有咱们的放大 然后没有咱们的那个方便发达 方便发达 然后那个支付宝也没有 就现在慢慢开始有了 就有一些些店家很有支付宝 然后有一些些外面 那你说是不是合成 这个给他合一下 会不会说啊 这边对隐私的这种重视 很多说反而反而阻碍了他的这个科技的进步 这个问题我应该这样子 就是对我们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哈哈 是的 但是你中国企业来这边他也面临很多的问题 就是你看支付宝在这边其实也在试着做推广 但很多时候他很多时候我发现国内的企业 你包括我们这个聊得远一点 就比如说像最近那个小绿车啊 就巴黎的小绿车 是不是那个有车没了 不没了公司都没了 倒闭了 那个车都没有发现了 公司倒闭了 公司倒闭了 然后还有呢就包括支付宝在这边 这种移动支付这种方式 我发现很多企业 他来到就我们国内这些互联网企业 来到了法国之后 其实他要适应的 不仅仅说是你这个东西推出来 然后在法国 我原来在中国怎么推 我现在在法国我就怎么去推这个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你要考虑到 更深层是这种文化上的这种因素 对吧 这个人 他这个思维想法就跟咱们有 你看就那个小绿车吧 小绿车我们在国内说 国内当时这个共享单车出来的时候 也出了有很多事情 说这个国民数字我们偏低 对吧 我们大车也认的 我们对对对 我们国民数字低 但问题是你看看这个东西 法国应该在西方算是 怎么说也是国民数字 应该是比较高的地方了 但你看到这些车 其实我觉得毁的比中国还严重 对 比国内一些大城市还严重 那个车车来没了 我来看一个图片就整个都被烧了的 就是因为特价了 对啊 你在国内至少没有发生说 谁去烧这个车这个事情 很多时候他可能说 我觉得是一种文化上 我觉得他公司进来运营 他应该要请一些当地的一些人 或者说当地的一些华二代 他至少知道这个整个法国的文化环境 或者说社会环境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你找一个华二代 华二代肯定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车啊 在巴黎你哪都能放 但是呢 93省啊 就北交的93省就不要放了 这个放过去呢 你的车啊 它不是出行工具 它就是个玩具 对吧 但是你要说你的车 比如说在巴黎的市中心 你要去放 那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自然相对好一点 很多时候还是企业 还要克服这种文化上的这种问题 对吧 抽烟 我们回来 回到人工智能 哎 我回到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这个美颜就 美颜聊过了 还有还有就是说想想还是想跟你我这样请教一下 就是说 把门槛降低了 把这种门槛给降低 计算机把门槛我们生活的一些想做的一些事情的门槛给降低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说未来计算机会得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未来的话怎么说呢 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 就是他把这个门槛降低了 然后降低了以后呢 你再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就变得很快 我可以很会拍照 然后我也可能很会那个啥 搞音乐很会唱歌 然后这些事情呢 它以后都会变成一个像一个小程序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只要慢慢学一学用一用 然后我就很快就学会了 这算不算一种说生产力的这种 对 它是一种生产力 就比如说我们这拿小视频拍一拍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网上传播了 就这种那个啥很 其实这一切我觉得都是提高效率的 你会觉得吗 有或者说给你一个人更多的这种 减少了 你想你以前学个什么PS 得花多长时间你才能修图 现在一秒钟你就能修得很完美 效率就是科技 我觉得它减少了你 就是跟以前相比大量的你自我学习时间 它替你学的 到最后把那个结果就变成APP 你直接用就可以了 那你说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像这种门槛降低 因为这很多的专业的事情 原来是要有专业的人去做的 对 那现在的话专业的事情的很多人 他门槛降低 他也可以去做接触这个计算机 那你说 问题来了 专业的人去干什么 我想问一个 说起来几倍发量的问题 如果说万一有一天计算机啊 就这个翻译这个东西啊 翻译 它能实现同度互异的话 你觉得可能 咱俩不是多上那个 我们先不说可不可能 对吧 那你说万一这个事情真实现了 我们干嘛选 我是觉得不可能 所以我们两天不说 你得看油腔怎么说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性 就这种 比如说你看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像这种我们过来念法语相关专业的 回国之后可能当老师啊 或者怎么样 这种 还是语言是我们的一个工具 但是万一有一天 或者说一项技能 但万一有一天 比如说计算就发展到 就是两个人对话 他能够同步呼应 就机器人代替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那实际上还需要法语老师吗 不需要了 他也不需要去这种同传交传这些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相当于实验了 有没有可能性 其实到目前的话 这个机器翻译啊 还没有达到 就是说让你应该担心的这个地步啊 机器翻译目前 它还是一个工具样的存在 就是说是 我可能刚刚学 学那个中法翻译啊 然后我有些句子 有些句子我也不太懂 然后我就拿翻译 谷歌翻译 然后翻一下 我大概这个东西 哦有了 我再改一改里面的东西 这样子 它其实是一个工具的 在帮助我简化我这个翻译的过程 对 我可以改它里面的东西 我优化一下它 嗯 然后以后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担心的 就是说 谷歌翻译比较好 那新刚开始大一大二的学生 他刚学翻译这个专业 他拿谷歌翻译出来以后 哎这个效果就不错了 比我们干的还好一些 对 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比较烦人的 但我看到说人工智能很多时候 它有一个说机器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 你说它会不会随着说 有大量的 比如说中文跟法文之间的翻译 有大量的这样的翻译的数据 嗯 进去 然后它机器本身就有这种学习的功能 它会不会到最后 就是比一般的这种翻译要强得多 呃 机器翻译它其实最大的那个缺点 目前来看就是 他没法结合语境 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大量的数据进来 他还真的有没有可能学到这个语境这一类的东西 目前来看不可能 那就放心了 那就放心了 我觉得最少意思 咋就咋 语庭知道 就是这个翻译理论上对吧 上翻译课语庭知道这个 就是我们两个上一门选修课 翻译理论选修课 然后呃 有两个那个教授 然后其中一个是高翻的一个老爷爷 非常厉害 两个教授 盖的两个老师 然后呢 他也有很多出 我这还有一本他的书呢 你还写得到再次啊 这个书 稍微看一下 他说的老大爷写的 对 然后在课堂上就跟也有点闲聊的感觉 就跟我们聊这种自动翻译这个事 因为现在像谷歌什么的 还有比如说你出去玩一些菜单 就像我爸爸他们出去玩 都会用一个什么 即时翻 让他们看到菜单 或者什么 就是大概能点菜 或者大概能问什么 就还是很有用的 对 然后他就大概 就是以他的觉得 他就觉得不可能 然后有一些什么原因 其中有一个就是跟上下文有关 他知道那个词 但不知道他那个词 在那个语境里 它是什么意思 只要是这个困难 那我讲的可怕了 屁股决定脑袋 他坐在那个位置 他是翻译学的这个教授 站在他的位置 他肯定会说是不可能的 或者换句话说 他对这个人工智能 就这方面的话 他应该了解也是有限的 所以站在他角度 可能他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做不到的 但是你万一呢 那我们比较怕这个事情 对吧 嗯 然后我给你放心 这个东西还还 反正好多年了 还有好多好多年 对 就是好多好多年 就万一我 咱们这也空不了 100年之后 比如说是吧 100年之后 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再怎么说呢 就是最坏最坏的情况 就是说是 我出门旅游的时候 我想带一个翻译陪我聊天 那我就不想带机器 我就想带个朋友 哎 这也是 是的是的 有些东西 它是机器还是取代不了 对 我就像闲聊一样 带个朋友出去玩玩 万一打 假设100年之后真实现了 我们有句话 知道 我时候 那不是我们这包人操作的事情 我时候哪管洪水淘天 对吧 是这句话 是是 哎 时间到了 到这里吧 这一期 好 给你们大家道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